好 那这一套模具当中 前模和后模 我们先来看前模 也打开我们翻到书上面的第八章 上盖模具 加工立体精细 那然后第八章 第一节的话就是前模 成细编制 那这立体 第一节的要点的话就是 主要讲前模凹槽加工要点 因为我们前模一般是内凹的 还有就是 编程过程中 辅助面和辅助线的应用 那这里要不要用到辅助面辅助线啊 那到时候我们具体的话 看能不能用到 第三刀补刀具应用 那我们这个前模的话可以不使用刀补 副模的话我们要使用刀补了 还有就是前模加工工艺要点 好 首先来进行一个工艺分析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前模 把前模打开 好 打开以后我们先将它另外保存 我们按今天上午讲的那个什么编号来给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已经排好编号了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保存起来 好 那这个CP更改为 CAV 那我们一看这个名称的话我们就知道 后盖01就是产品的编号 产品的编号 然后-CAV 就是这个产品 HG01-CAV前模的那个编程图 我们一般就像我们编程的话都要将图形每做一部分就是说做一部分内容就要将它保存一个图 那到底到最后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好像前面我们是不是 你看看前面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什么产品图的产品原图是人 然后由产品原图变为了一个分模图 然后再从分模图里面拆分出前模编程图 然后后面的话还有附模编程图 好 附模编程图 然后再从前模编程图这里到时又把它拆分成同工图 同工总图 然后同工总图的话又拆分为什么同工加工图 韩元电火发出图纸等等这些内容是这样 所以我们图档一定要七分好七分好不能把它搞混了 也不能说是你按第一个图你就给个名称一 第二个你给个名称二 这样一二三四这样一直排列下去 那这样子也不行 这样的话又就是看名称看不出我们这个图档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我们由这个名称我们就要知道习惯性的就知道 那个这个图档到底是有什么作用是让做的是哪些内容 好 那这个图形我们就是已经打开了 你看你看 你看 打开以后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工艺分析 看看 上盖模具全模图8-1CAV 形腔为凹槽 要求比较高 因为我们这是前模 前模的话是产品的外壳 好 二位西进行整整体突出同工 哪个地方需要整体出一个同工啊 好 那这个二位我们要进行一个整整整体出同工 那为什么要出同工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 好 分析面为平面 那分析面就是这大平面的 是不是 这大平面 那这大平面是不需要加工的 不需要加工 好 再来看 行枪材料为国产718 这就是材料 就是我们那个 呃 模具的材料 那知道材料的话 我们加工的时候就知道使用什么刀具了 是不是 是使用合金刀 还是白钢刀 是不是 好 毛配六面已经平整 那六个面我们已经就是做好的了 磨好的了 那磨好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加工了 那如果是说拿一个一个一个粗量没有将他磨好 没有将他打好直角的话 那你肯定外围肯定要加工一下是不是 外围肯定要加工一下 那现在他既然说已经平整了 就不需要再做了 好加工中心加工作比较远点 s方向起前模的中心 就是这个最有的中心 y方向起前模的中心 那就是四边分钟了 接触方向起前模最高平面 好 那这也就是最高平面 好 那另外的话我们加工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 那在编写道路之前 对前模图形在前视图 或者在侧视图当中进行旋转180度 并将图形中心移到坐标圆点 最高点移到接触等于0 或者将图形的平面分形面设置为接触等于0 那首先我们在编程修所要对我们这图形进行调整 就不能说我们这样子打开以后就这样直接编程去 那怎么行呢 你看我们刀机是从上往下的 是不是 从上往下的话那我们加工的是要在这个地方 那刀机怎么可能从下往上挖 是不是 所以一个方向就不对了 那这样的话编程程是不产生的 是不是 挖不了的 好 那挖不了的话你也不能就是说用动态旋转 像动态旋转说我现在已经旋转过来了 那这样行不行啊不行 这只是视角的一个旋转 并不是实际的那个向上是不是 你一点等掉视角它还是向下的 所以就千万不要说是你就这样子转过来以后 然后就编程去看上去我们就是向上 但实际上我们那个图形还是向下的 好 那这图形的调换过来的话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使用WCS视角 就是视角管理员进行调整 好点开WCS视角 然后这视角的话有视角1到8 好 第一个是俯视图 最第四个就是从下往上的 我们点击第四 然后再点击等角视角 你看现在是不是就向上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编程序了 就不需要进行旋转 但是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模拟的话就有点问题 我们一定要使用什么刀具显示来进行模拟 就一定要显示这刀具来模拟 这样的话模拟速度会很慢 好 而且效果也不好 好 好 那我们对这样边的话设置视角对我们的程序有没有影响啊 程序是没问题的 是对的 程序是对的 好 那你可以使用如果你不需要看模拟的话 你可以使用直接调整WCS视角的这个 呃 来进行调整我们的图形 好 其他的那个视角就各种的方向的视角 你看 这是刀过来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 一般形象我们就不会使用这个视角管理员的调整 那我们就使用第二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哪一种啊 就是我们这说到的 在编写道路之前 对前模图形 在前视图中或者在测试图中进行旋转180度 好我们将它旋转一下 好 转换 设置构图面为前视图 然后呢 转换 旋转 所有的图速 执行 按照原点旋转180度 好 那旋转过来了 旋转过来了 那我们就清除颜色 并且将你的前视图这个 复点为俯视图 设置为俯视图 好 然后设置为俯视图以后 那跟着我们来怎么做 把它的边界和做好 到一路径工作设定边界和 这里选择所有图速 确定 好 那这些边界做好以后 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小 200乘以100 好 这里就看得到我们只有200乘以100 好 确定 那跟着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分析 好 零件材料为模具杠718 硬度比较高 所以选用相片类 硬质合金刀具来开出 那大小为200乘以100乘以50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材料 大小 好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这用多大刀具比较合适 还有多小的刀具来进行加工 那这也就是选刀了是不是 我们要选的刀具 好 分析 动态分析 看看这二角是多少 这二角是不是 1.776 那你说如果要把这加工出来的话 使用球刀的话要用多大的 阿老1.5 那可不可以使用其他远比刀来进加工啊 也可以 是不是 也可以 因为它这个 这上面 高 这也是慢慢写下来的 所以用其他远比刀也可以 或平刀都可以把它加工出来 但是这里是比较浅的 是不是 你看 它最低的地方-9点多 -12点多 那我们如果用球刀的话 完全可以把它加工出来 是不是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继续使用球刀 好 再来看看这二角 那这二角是阿老3.159 3.2.9 阿老2.9 好 那这里的话 如果要把它进加工出来的话 就必须使用2.5 就是说5公里的刀具 是不是 5公里的刀具 好 那大部分它就是出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么 大于我们的23 所以你用6公里的绵强可以 但是不 就不算是什么 金加工了 好 那这个地方阿老1.9 那如果要把它加工出来的话 用多少的刀具啊 阿老1.5的刀具 好 那这下面用到阿老1.5刀具 那刀具够不够长 分析 两点间距 我们测量一下 这顶面 到 这下面 这深度是多少 它深度是-24.5了 是不是 24.5 那我们装刀长度 它本身有24.5 那你装刀长度要装多长啊 再加上3到5公里的避空位 是不是 那24.5加上3 那最起码也要27了 是不是 27 28了 那阿老1.5的刀具 能不能装到这么长啊 没有这么长 就算有这么长刀具 那行不行啊 也不行 因为太长了 装的太长的话 刀弦身太长的话 容易摆动 容易弹刀 刀具也容易断 是不是 那这样如果这一断刀的话 那成本是不是更大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考虑用阿老1.5刀具 因为刀具太小了 而且又长 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啊 出一个同工 所以这里我们就刚才所说的 这里我们要出一个整体同工 好 将这里出一个同工来进行打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 既然要出同工 这部分是不是不需要进加工 只需要半斤就可以了 好 测臂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进加工 出来 差一点没事 倒是用同工跟就好了 好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要出同工了 好 跟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那最小的刀具我们测量了 好 这上面我们要用到阿老1.5的刀具 是 下面我们就半斤 半斤的话 那这里 出同工这里就只需要半斤 半斤的话 那这里就用到6公里的频道 是不是 6公里的频道 好 那最小刀具我们测量好了 那最大的刀具我们用多大的 绘图圆弧直径12的看看 12的跟对这个外形来说 就太小了一点 是不是 好 16的 16的就可以 是不是 比较合适 而且16的是多少 是圆比刀 是合金圆比刀 那就比较合适 20的 20的又大了一点 走没几刀的话 下面呢 因为它下面是这样斜的 下面残酸数切割下去啊 残酸会比较多啊 所以 我们就是 要不就选择 16的 16的话到这下面的时候 也会产生比较多的残酸 是不是 要不就选择12的 12的话 因为刀具比较小 到下面的时候 其残酸就会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 你要不就选择12的 要不就选择16的 太小的刀具又不行了 加工起来 时间又长了 是不是 太大的刀具残酸又多 好 那这书上面我们用的是什么刀具啊 12的 那这书上面讲的是用12的刀具 那我们这里就是改一改 我这里就是改为用16的 因为你一改改一个方法 改一个刀具 那后面的程序就相对应的也要调整出的 就不一样的编的方法的了 所以我们这就用各种方法来示范一下 好 最大的刀具选好了 那最小的刀具我们也选好了 好 那我们就在这之间来进行加工 选择刀具加工 好 那跟着我们再来看 根据形腔的结构 形状和大小分析 由于其结构比较简单 各部分在CNC机床上都容易加工 好 在进行刀具路径编程时 一注意刀具的选择和切削用量的确定 选择刀具时就真损由大到小的原则 尽量选择大刀具进行初加工 快速地起些余量 然后选择小一些刀具进行半斤加工和斤加工 所以刚才我们就选择16的 加了0.8的刀具 然后后面我们再选择小一点刀具来进行清除那个材料 或者半斤和斤加工 好 那采用电火加工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在加工前还要检查工件的装夹方向是否 从电脑中的图形方向相同 在模具中的排位是否正确 安装夹机是否妨碍加工 前后模的方向是否相配 还要检查你所用的刀具是否安全 效表的分钟基准等 那这些都是要检查的 那就是说你在加工的前 编程之前你要看看 这排位对不对啊 放的方向对不对啊 然后基准角对不对啊等等 这些内容是不是 都要检查一遍 那第一步程序的话就是刀具路径 曲面加工 出加工 挖槽 选择所有的曲面 实情 然后这里选择我们的刀具 那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建立好 那个刀具库了 那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话 就要从刀具库里面选择 好 刀具库的话 但是这里已是默认的 只有刀具库 好我们就更换一下刀具库 刀具库文件我们做好的 我做好的就在那个一盘 HXXT29保存好 那这些就是我做好的这个刀具库文件 好 刀具库文件的话 这有16 按了0.8的刀具 确定 你看 那这些设置是全部都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重复的输入 好 那刀具设置好了以后 再进行怎么样 曲面加工参数 参考高度 我们要比最高点 这也是最高点 高上10公里以上 所以30 解决作标 进给下到位置 为3 开始提到 加工曲面的预有量 那这个加工曲面预有量 要怎么说这样 那这一件的话是200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